他有时候跟我讲说 他不想吃太饱 太胖了 走不动 细心照顾公公十年以上 黄安琪货班校型楷模 老人家念旧搬回乡下 他有空就去探望 我们住在这里 你们把握在后面这里 心里头牵挂的 还有历经家庭波折 他视如己出的侄女 如果他没有带我在身边的话 我可能不知道要变怎么样 我大概三十岁左右 我的爸爸妈妈就走了 他们也是躲到癌症走的 罹患血癌之后 总担心会不会像父母亲一样 离开得太早 他真的付出很多 在他的人生上 真的是没有留白的 是儿女眼中的好妈妈 也是菜市场里 最认真的老板娘 都很做 给你来 看到什么口味的 我讲个笑话 他问我说 如果他走了 我会不会再去 我说会 用嘴主要支持他 对不对 我知道啦 但是小丁要活下去啦 送检查给医生一口糖就好了 击嘴就好了 保理师赵慧琴为黄安琪 打开生命之窗 我有经历过骨髓捐赠 我有只带过一个月 然后我也带过骨髓一直病房 比一般人更了解拯救生命的急迫性 尽管由乳糖不耐症与贫血 经过适当补钙及调养 顺利捐赠造血干细胞 因为你自己知道 说他的这个领域 其实没有那么的危险 因为你自己都有顺利其境 谢谢陌生人的一念善心 双手合十传递祝福 过了这一关 全家感情更加紧密 终于笑容又回来了 谢谢你的赵慧琴 重生自得感恩